疫情減少 学龄幼童只能待在家中 行政院周五确定孩童家庭防疫补贴办法 对象是国小以下的孩童 包括国中 高中申请障碍学生 每名孩童现金补贴1万元 民众下周二十五号上午十点 就可登陆网站线上申请 而首播的补贴六月十八号入账 延到三家指定银行ATM没现金 六月十五号的十点开始 我们的家长就可以透过这一部分 来进行清零的动作 从六月十八号开始 我们也进行实体的ATM的零款 至于零到两岁以下的小朋友 如果父母亲零有育儿津贴 为福部直接拨款不需要额外办理 您有儿如果尚未进行除神登记 父母亲也能通过网站申请补助 那我们目前压力测试 已经有初步的成果 那目前看起来全部大概两百多万吧 两百多万笔登录 是有机会在第一天的可能上半天就可以消化掉 十五十六十七这三天申请的话 应该是会比ATM早领到 所以对线上比较快 纾困4.0至今发放超过574亿 此次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估计250万名孩童获学生符合资格 如果是不熟悉网络或者是因故无法申请民众 行政院也表示将在防疫等级下降到二级之后 另外公布零贵领取办法 新打电视审慧彤台湾台北报导 第一题是6月15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